今天慢慢搞了我的 吊頂天花板這個木籠 看起來不怎麼樣啊 這是外行看熱鬧 只有內行才會看門道 看看這些角料 有什麼不一樣 一般人都說都一樣啊 不是都是這種木條嗎 告訴各位 就算是 上億級的千萬級的豪宅 他們的裝修啊 也沒有我這麼的高檔 我的角料是用 一般木工不會用的 一吋八的角料 這很貴啊這一隻角料很貴啊 一般都是用這個一吋二的的角料 那一吋八跟一吋二是差了多少 也不過就是0.6吋 但是它的價格卻是差了一倍多 這個一般人不會用這麼奢華的這個材料的啊 因為這個都是下重本 我就是用這個重本下去了 還有我這個呢 我沒有 我沒有切創 也就是我沒有那個巨毯 啊 我也沒有釘槍 那我怎麼搞出來呢 我跟你講 那就是用老祖宗的最傳統的方法 以前造房子也沒有木槍 也沒有釘槍啊 也沒有空壓器啊 也沒有巨床啊 什麼都沒有啊 對不對 我就是用這種最傳統的方式 而且是最牢靠的方式啊 比現在用的這些木工 他們一般所做的這些 用這個大鋼雅釘槍下去釘 然後這些木條都是用F50的這個 這個排釘下去釘啊 其實說實在說 那些都很軟 那個釘子都很軟 我用翹棍 一下就把它翹起來 但是我用你 我這個東西你用翹棍 包著你都翹不起來 因為我每一個 你看我每 在這個牆壁上的這個木條 腳料 全部都是用 可以看一下 那邊有一個白白的 這個白白的 還有這個 那個呢 那個都是用 8公分的水泥 螺絲釘 而且是不鏽鋼的 拿磚孔然後打進去 就鎖進去 那個強度非常強的 這強度是非常強的 然後我沒有釘槍啊 我每一個 木條腳料全部都是用 六公分的螺絲 木工螺絲下去鎖 哇那非常強的 這比你那個釘槍還要強啊 那個強度還強 我人上面都可以那個 都可以做那個 啊 那個什麼 釘槓 可以釘到那邊啊 都不會垮下來 然後我在上面啊 也做了一個 之前就在這個管道間 它原本全部都是密閉的 然後我打了一個孔 然後裝了一個套管 啊 穿 就是所謂的穿梁管 啊 接個那個風管 將來接那個抽風扇 哇 你看我釘得很準耶 非常的準 最主要是因為 當初這個牆壁啊 其實啊都沒有直角 兩邊都有一些誤差好幾 兩三公分 然後這一個管道間呢 內腳跟外腳呢 都沒有正直角啊 所以我後來我就是靠這個 先把牆壁先修過 然後再靠瓷磚貼的時候呢 慢慢貼 然後修正 出這個正九十度 就兩面的 兩面的這個 長度 原本都有 都誤差在兩三公分 現在呢 我已經把這個平行四變形了 已經搞不是平行 是 不規則的四方形 已經把它搞成正方形 兩邊的 尺寸 誤差不到一公分 啊 這一面跟我現在的這一面 門口這一面 也是誤差不到一公分 啊 所以這個就是 慢工出細火了 我不敢說我很厲害 但是呢 你只要用心 做的品質 絕對都是比那些 外面的那些 那些裝潢的那些什麼 那些工人啊 好多啊 因為他們最主要是賺錢嘛 以時間取勝 他一天給你搞定了 他才不管 對不對 誤差就誤差 他只會跟你講說 那個誤差都是很正常的啊 可是呢 我用過去 我在金屬加工廠的 幹廠長 幹匯徒員 當時的那種精神 那種精密的那種主意 來看待這個裝修 我這個人實在是很龜毛啊 追毛求疵啊 所以我才搞這麼久 你看從 開始拆到現在 整整三個禮拜 整整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幾乎也沒什麼休息 就慢慢搞 你看這個慕容每一個都是直角 而且都等距啊 而且還要經過精密的計算 因為我還要封板 那個犀牲蓋板 我都要算的 怎樣子定 我最省料 所以 一般這個浴室這樣的一個面積 如果定犀牲蓋板 一般木工至少要三塊 要三片 犀牲蓋板 三尺六尺的 但是經過精密計算 就兩 兩片就夠了 而且還剩下一點點 就是按照我這樣子的一個定法 我都算過了 所以事前的精密計算 所以事前的精密計算 深貴隱形這邊 現場這邊打混贈 其實中紅很多都打混贈 反正錢都是花業主的 然後呢 羊毛出在羊身上 包工頭 銅包 或設計師 反正他都會給你多算 事實上他都會跟你講 這個筍料 一層到兩層都很正常的 所以他這個成本都算在你頭上 但是呢 我真的是用到一分 用到幾乎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像這些木工螺絲 就是 我都算到幾根去了 我剛剛用到最後剩一根 剩一根 我就隨便就在把補上 唯一根不留 這鋼釘也是 這個水泥釘 不鏽鋼水泥釘這些 我都是 這個都要用電鑽先鑽孔 然後再鎖進去 這個比木工傳統用釘槍還要廢工 非常好 這個整個木工我搞了一整天 如果說實在的 按照那個木工班底 兩個人就好了 一個是負責釘 另外一個負責裁切 那說實在的 這個木工啊 大概兩個小時就搞定了 最多了 如果動作快一點 隨便一點 這個不用太精準 一個多小時就搞定了 所以這個 但是我今天呢 不是用最 不是用現代的工法 是用最 就是我工具有限 我都用手 手鋼啊 就是那個鋼子下去鋼 然後跑到彎邊鋼 然後就回來 還在這邊 還能比對 然後呢 還要這個校正 每個直角都要校正 因為這個木條啊 它會呢 會彎曲 所以呢 每個都要校正 我還要打 自己打木 木斗 就木線 打木斗 哇 老實人 真佩服我自己啊 真的很強啊 這個 你看我現在已經摸不到 以前我手取起來 都可以摸到我的牆壁啊 天花板 現在我已經摸不到了 我已經摸不到 哎呀 實在是太滿意了 哎呀 這個是我 做木工啊 搞這個天花板啊 我跟我跟其他的師父啊 我以前那個老闆啊 那個朋友啊 搞 也沒搞這麼精緻啊 真的 隨便 然後到時候在封板的時候呢 哎 這個都對不準 還要再補嘎嘎 就是補角料 要補角料 一直補一直補 我跟你講啊 一條角料啊 一根角料了 不便宜啊 我跟你說了 這樣一直補一直補啊 那個補都是補老 那個業主吧 屋主的錢啊 那才不管你 反正都算在你頭上了啊